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某平乙四邊形 兩邊的長度分別是九個五 現在其中有個內角 這個是等於六十度 然後現在 則由他的四個內角的腳平溫線 這是腳平溫線 腳平溫線 腳平溫線 所為成的四邊形 周長是多少 那因為這腳平溫線 所以這個是三十度 這六十 所以本來是一百二 一百二加六十一百八 剛好是一百八 一百二出一二 所以這是六十度 所以這是九十度 因為三十六十九十 剛好加上一百八 所以這個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矩形 同樣道理 這是六十 這是三十 這個的話 也是九十度 這個的話 會是一個長方形 因為 這兩個是互相平行的 這個什麼 這個三十度 所以這兩個是互相平行 這兩個也是互相平的 這六十度 這六十度 好 所以這是一個長方形 那長方形的話 它的這個周長 就是等於這個長度 加這個長度 乘以二 這個長度多少呢 就等於全部的長度 這全部的長度 這全部的長度等於多少 這是九 這是二比更號三 所以這一段的話 這個我們叫做A 這個叫B好了 這個東西隨便給 AB的話長度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九 乘以多少 乘以二分之更號三 因為是二比更號三 二分之更號三 再來的話 要扣掉什麼 扣掉哪一段呢 扣掉這一段 就這個嘛 要扣掉多少呢 扣掉這一段 要扣掉這一段 要扣掉這一段怎麼扣 這個也是直角 因為這是矩形 這是直角 這一段的話 這個我們叫做C好了 A C A C 這個是三十六十九十 所以的話 這個的話 這是一比二比更號三 所以這是二比更號三 所以A C這一段的話 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五 乘以二分之更號三 好 就是說 A C比五是更號三比二 好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VC 我叫一減 一減就是VC這個長度 一減就是五 一減的話等於多少 這個減就是四 乘以二分之更號三 二分之更號三 二分之更號三 提出來 二約掉了 所以這是二更號三 這長是二更號三 這長是二更號三 那一減就是二 V0 V1是等於那個九 他乘以二分之一 因為這是一比二 就是九 乘以二分之一 摳到哪一段呢 摳到這一段 這一段的話 是第一 第一 第一 領來 幾何呢 第一的話 這個是90度,斜面字是5 這個是1比2比3 所以第一的話是5乘以二分之一 因為是1比2 5乘以二分之一 那我現在1減 1減的話,V減掉D就等於VD 1減的話就VD VD我1減的話就是4乘以多乘乘以二分之一 這是等於2 好,那長是2跟到3,寬是2 所以周長我們就L好了 就兩倍的長加寬了 因為一個矩形有兩個長兩個寬 加上2 所以乘進去是4跟到3加4 所以這一題是4跟到3加4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P